近期,在香港发生的暴力示威活动中,部分年轻人冲上街头大肆破坏,因此,港青的形象在公众印象中和社交平台上莫中一事。 对此,香港民间青年团体,就是感言副主席吴志龙在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进行暴力破坏行为的只是少数人,年轻人看问题存在偏见和误解,要让香港年轻人放下有色眼镜。 就是感言团体成立于2017年,成员有几百人,包括香港各行各业的青年人。 在近期的社会风波当中,该团队组织香港年轻人去保卫国旗,清理被污损的街道,不断发出正面声音,希望通过实际行动还社会安宁。 我们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,还我们社会的一个安宁,因为安宁,舒服的生活,我觉得这才是大多数香港人所追求的。 一个核心的价值。那本着这样的东西,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可以身陷四足地先去做这个事情。 我们不怕被一些所谓的黑恶的势力去恐吓。 吴志龙说,香港部分年轻人对内地的了解不足,在认知上确实有偏差。 但是,做出暴力极端行为的只是少部分人,不少人因被蒙蔽或裹挟而参与非法活动。 有些人则是受到媒体一些片面报道的影响,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。 吴志龙强调,对话和交流能够化解纷争和误解,但也需要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。 每年到内地去参访交流的人数有不少,数以千计甚至万计。 但是,这能不能是代表全部的香港的青年人呢? 这显然是不够的。 目前的这种宣传的形式也没有办法引起他们对内地的兴趣。 我去内地交流,为什么,why? 我找不到一个理由,我觉得没有必要。 这是我接触了很多青年人的一个,他们的一个想法。 所以这种,我觉得你要让年轻人放下偏见,放下有色眼镜, 你只要去提供机会,提供原因,让他回到内地去, 让他去亲身的了解感受,他就会知道。 吴志龙说,国家正在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给香港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, 尤其是为香港青年人北上创业打开了一个很好的窗口。 但是,当前相关资讯都比较笼统, 少有人详细告诉青年人应该怎样去内地找机会。 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与年轻人自身的发展前途还需要做好关联。 我怎么样真的能融入我去到深圳, 我怎么样去融入深圳的这个社会, 我怎么样成为深圳社会的一份子, 我怎么可以在深圳社会这个背景下 发挥我香港人独特的一个优势。 其实大湾区应该是要让年轻人知道有一种就是 我不要固守在我出生生活的城市, 我可能在别的城市找到更好的机会, 这才能吸引他们离开,去那边追寻他们的梦想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